这不愧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只要一声令下 一架军用救援直升机就直奔白令海上攻 他们就是时刻与死神搏斗的阿拉斯加捕蟹人 这次情况发生得很突然 一个小时前 这艘名为巫师号的捕蟹船 还在白令海上大肆收割 可谁知这事竟发生了意外 新船员可离斯突发恶极 还没等队友把他扶到休息室 就已经重重倒在了地上 体温骤然降低 神志也不清 众人手忙脚乱地脱下他的水手服 准备做全面检查 谁知道这时候可离斯却突然抽搐不止 根本按不住 船员一边压下慌乱给他喂水 一边赶紧联系船长集次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船长当机里边 立马联系在直海巡队 前往巫师号上空 好在这天天气不错 救援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赶到了 而这时可离斯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 这半个小时里 可离斯的体温一降再降 船员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不敢轻易采用急救措施 只能仰看着可离斯的生命体征逐渐减弱